Epson 最新 4K 劇源投影機 正式上市 Epson 推出的 4K 劇源投影機 8400 目前已正式取代 8300 成為 Epson 現階段最高階的 4K 家庭劇源機種 雖然它的外觀和 8300 一模一樣 不仔細看機身型號 你其實分不出來誰是誰 雖然沒有針對外觀進行大改款 但是 8400 不管是在色彩表現還是 HDR 對比性能都更剩以往 像是它的光輸出強度就提升到了 2600 流明 影像信號自願性也大幅提升 畫面不僅更亮 色彩更鮮豔 4K 畫面也可以保留更多的影像資訊 HDR 的部分也新增了 HLG 的對應 投影機可以自動切換 SDR、 HDR10 和 HLG 等不同格式 而 HDR 調整檔位也大幅提升 從前一代的 4 檔 一口氣衝到 16 檔 能對 HDR 影像進行更細菸的微調 除了以上的升級 8400 還有許多規格上看不出來的優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色域標榜能達到 DCI P3 的水準 是目前同級投影機中色域最廣的一款 投影出來的畫面色彩有多純 多鮮豔 自然可想而知 那近期我才剛剛評測過 Epson 8400 才的投影機 那我覺得有幾個重點是一定要跟大家報告的 第一個在畫質面 它有這個業界通緝裡面非常寬廣的色域 甚至可以達到 DCI P3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色彩顯示能力 那第二個是它這一次的光輸出 不過呢也就是亮度提高了達到 2660 那對一般家用很好用 那如果你的這個室內不是完全遮光的狀況下呢 也可以呈現清晰的影像 那第三個呢就是它的這個 HDR 調整的極速提高了 以前只有四檔 那現在有16檔 那所以說無論你碰到這個 4K HDR 的影片 是不是有偏暗或者是明暗對比不足的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都可以透過這個 HDR 的檔位來調整 8400 它的這個對比度可以達到 100 萬比 1 也就是在動態對比度的狀況下 可以達到 100 萬比 1 的一個程度 那最後呢就是它對這個裝設呢 也非常的友善 因為它有業界最大的 dance shift 那可以讓你做這個鏡頭移軸的這個動 那另外呢它還有十組鏡頭記憶的功能 可以對應任何形式的螢幕比例 或者是螢幕的一個裝設狀況 所以它等於從畫質面到裝設面 其實都是現階段 讓我個人覺得非常理想的一款設計 各方面表現都具備業界最高標準的 8400 是目前市面上最超值的 10萬元級 4K GM 投影機 對於想在家中打造頂級 4K 家庭 GM 的朋友 這絕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